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引发机器人家应用行动实施方案 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目前机器人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上海 看看那儿的机器人如何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可能 我现在是在机器人的实验室 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正在行走的 就是最新发布的GR1的通用型的人型机器人 那它一共有54个关节 那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增加它的灵活度 使它像人类一样更接近人类的行动 可以看到它前面行走是非常的平稳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关节还可以进行这样的弯伸和这样的扭转 每一个关节都是由我国来自主研发的 每一台机器人的运动只要通过我手机上面就可以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界面下面 这个机器人在原地运动状态可以进行左挥手 甩胳膊打招呼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动作 那在末端抓取的动作呢 还可以进行一个抓握或者抖动手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 那现在呢我们让它来做一个左挥手的状态看一下 好此时我们看到它的手左手就真的挥起了 我们人型机器人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它呢可以适应我们人类的环境 第二呢它有灵巧的双手 它可以去完成一些通用型的一些任务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机器人呢 它不需要改变它的外观外形 它只需要增加它的一个软件上的一个功能 它就可以完成一个新的人物了 所以它是适应于环境的 现在目前啊已经开始小批量的开始生产跟交付了 我们看到都是各种帮助病人的各个部位 来进行康复的机器人 比如说现在我正在操作的这一台呢 就是帮助手臂无力的病人来进行一个 手臂力量的康复训练 那我们看到这台机器人 它可以根据我的一个手部力量的多少 来进行一个辅助的推力 并且呢在这个界面上有各种有趣的游戏 来使得康复训练并不无聊 现在这种重复的训练呢 可以被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完全替代 像这边平面的复合的运动 和这种单关节的手腕的运动 或者是脚踝的运动 现在我们在社区医院当中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地实现这个康复的需要